很多事情都是法治槍 好像现在这样去 那个关键日期随时可以 其实大型法治槍真的很吵世大 三个原因 暴动或骚乱 不可抗力的事件 又或者岸队天气延迟建筑 成为岸海仲延迟交楼210天的原因 业主陈先生说最担心是按揭 因为银行原则上已经批出了按揭给他 现在延迟交流也不知怎算好 今集我们想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议题 买家选择职工利益问题不算很大 如果你选择建筑期付款 买家需要在入伙前一段时间 找银行承重按揭 到入伙时可以找清美数 由于银行批出这个按揭贷款之后 都会有一段时间给买家去决定接纳 否接纳 而所谓这段指定的期限 多数来说都是两个月 所以买家要做到无逢交接的话 一定要计算得很清楚才可以 反观如果物业延迟交楼的话 成事就会变得很复杂 翻查我海仲资料 物业预计关键日期在2021年6月30号 发展商在去年中发现了第一封信给买家 就说有机会延迟到9月才交楼 但预计的关键日期是不变的 如果当时选择建筑期付款的买家 他们很大可能会在今年3、4月 就开始找银行承重按揭去上会 不过其后发展商再给了封信买家 就说confirm会延期210天交楼 如果买家当时选择找银行承重按揭 都有机会会超出他们要接受的合理期限 截至2021年6月 全盘累计卖出791个单位 当中的300多个买家都选择建筑期付款 意味今次延期入伙牵连四成买家 由银行批出按揭去买家决定是否接受 一般来说就有两个月的期限 这次我还可以延期交流 其实银行又会怎样处理呢 其实我们都曾经以顾客的身份 打过去给几家银行查询 恒生和中印的职员都说是没有或一的处理方法 会说很常见地发展失败又会说有次210天 这些真是特殊情况 因为这些特殊情况是没得在那边问的 没得在那边问的 真是要问同事如何处理 东亚银行的职员回复准买家有三个选择 第一他可以选择取消按揭申请重新申请 第二他可以选择照接立不贷款 不过物业未落成之前 他接立了不贷款就开始要供楼 他就要自己衡量一下是否这样做 第三他可以选择延期 但银行是否真的接受呢 就真的要看个别情况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不觉的因素存在 所以如果你说这边要延期 延期放款的话 这个可以做时去申请 客人可以尝试这边去申请 但一个成功与否 或者是时间去到多长 这个真的没办法去知道 最终批不批都未知 其实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发电商那边去订 所以这个的话 都是要建议客人自己去考虑 虽然银行是没有画一方式去处理 不过业内人士就说 在实际操作上高 一般银行都会針对着 新盘延期入货 都容许买家可以在接纳贷款之后 延期半年才放款 但银行就会要求买家在半年之后 再提交入息证明 还有查阅信贷评及报告 如果所有条款没有变的话 其实银行都可以照够放款 不过以外海众的例子为例 其实它已经超出了半年的期限 究竟银行是否真的会接受呢 真的好看个别的情况 但银行愿意照够放款 是否代表審批条款都会维持不变呢 特别是现在你见到 由延期入货 到正式放款期间 市况都可以变化很大 比如环球的经济都会影响资金流向 都会影响到银行的息口 和现金回责 所以即使银行愿意作出放款 其实只有个别银行愿意维持 旧有的审批的准则去批出贷款 个别银行会更改审批条款 如果买家真的接受了是放款 而银行又更改了这个审批条款 其实买家是可以选择拒绝接受 银行也不会作出罚式的安排 如果新盘涉及按揭保险的申请 而要延期入伙的话 其实情况会有少少复杂 一般来说因为银行批出按揭贷款之后 我们会有两个月的时间去决定接受 但按揭保险的有效期是三个月的 通常都会是银行提交股价之后 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才决定是否成保 而银行提交股价有效期 都是三个月的时间 银行给了个股价 我们才会出成保 银行的股价和成保 都是三个月有效 因为股价上来我们才出成保 所以最先过期应该是银行的股价 如果到时股价下跌了 有机会会影响按揭的金额 发展商不经意延期交流 导致选择建筑期付款的买家随时一锅足 究竟发展商有没有提供什么援助给买家呢 我们向财人室和市建局查详 市建局回复说 明白然后关键日期对买家带来影响 所以早已督促合作发展商 尽量压缩项目剩下的工序 加快拿到入伙子和满意子 而详实未有回复会否提供援助给业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么多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有用的话 记得留言、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顺手订阅我们胡雪楼市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下星期出片你就会知道了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